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 怎么处理承洁圣职之理的功名呀 你好,我是Tim 是加拿大多人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德国圣经》将修习 《利默记》的第八章二十二到三十六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他又奉上第二只功名羊 就是承接圣子之理的羊 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窄了羊 摩西把些学磨在亚伦的右儿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 把些学磨在他们的右儿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把学撒在糖的周围 至于脂油和肥尾巴 并脏上的一切脂油和肝脏的丸子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 并右腿 再从腰环面前 从五脚饼的框子里取出一个五脚饼 一个油饼 一个薄饼 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 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 和他的儿子的手上做摇剂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摩西等他们的手上拿下来 烧在糖的方剂上 都是为承接圣子 献给耶和华心香的火剂 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剂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是承接圣子之礼归摩西的份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取点膏油和糖上的血 糖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 并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 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 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把肉组在会幕门口 在那里吃 又吃承接圣子 框子里的饼 按我所吩咐地说 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 剩下的肉和饼 你们要用火焚烧 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 等到你们承接圣子的日子满了 因为主教你们七天承接圣子 像今天所行的 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 为你们赎罪 七天你们要昼夜 住在会幕门口 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所吩咐 我的就是这样 于是亚伦和他的儿子 行的耶和华 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 那么在这一章当中 主要学习亚伦和他的 儿子们成为祭司的成圣仪式 这个仪式在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中被提起 并遵循着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的指示 那么在利末记当中有这个仪式本身的全部的细节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亚伦和祭司们穿着祭司的服装并售高 已经看到了作为赎罪纪的公牛 作为方济线上的第一只的公民羊 那么第二只的公民羊被称为是 承接圣子之女的羊 就像第一只的羊一样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按手在他的头上 然后摩西宰杀了他 摩西取一些血涂在亚伦和他的儿子的右耳垂 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脚趾上 这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没有被确切地告知 因此我们也不想去猜测他的内容 那么其余剩下的血 像第一只的公民羊的血一样 撒在方济堂的周围 接下来的是 公民羊的脂油 腓尾巴 覆盖内脏的脂油 覆在肛脏上的腕子 两个肾脏以及脂上的脂油 右腿 一个薄饼 一个油饼 那么都被放在亚伦和他的儿子的手上 他们在耶和阿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 这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好笑的 但是如果你对上帝有信心 你就会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的 先往摇祭之后 摩西将这些东西取回 然后将它们烧在祭祷上 作为方祭 是与献祭公养的胸 摩西会拿起胸在耶和阿面前摇一摇 作为摇祭 并归摩西的份 从第七章我们知道 平安祭的胸 是给亚伦和他的儿子的 但这个是摩西的一份子 为什么会有差异呢 虽然我们并不能肯定地说 但这很可能 与摩西像祭司一样 在为这个仪式服务 因此得到了 祭司应该得到的部分 那么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被住身之前 他们还不是祭司 所以这些部分还不是他们的 当然这样的结论 也只是一种的我们的假设 献上第一只的公养之后 摩西取了一些高油和弹上的血 弹在了亚伦和他的衣服上 并躺在他的儿子们和 他们的衣服身上 这样做是为了使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和他们的衣服成圣 我们一直假设我们的观众 理解说献祭这个词的意思 但如果你还不明白 这个词本身意味着是 宣示一个神圣的或者奉献的 但他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对上帝的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不再被简单地 视为普通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祭司 拥有特定的权利和责任 他们是唯一被允许在祭坛上献祭 并进入会幕的人 其中大祭司 当然第一个是亚伦 是唯一被允许进到会幕至圣所的人 即便如此 每年也只能够进入一次 那么将奉献的公养的血 撒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的身上 对他们和惠众表示说 他们已经被祝成圣 圣化他们的服装也很重要 因为祭司的服装 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常规的服装 如果你记得在第六章 当祭司在会幕之外处理灰烬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脱掉这些衣服 这大概意味着他们每次离开会幕的时候 都要这么做的 祝圣这些衣服向祭司表明 他们是很重要的 可以被愿乃是分上帝的 这就结束了仪式的献祭部分 剩下的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要吃献祭公养的肉和献祭的饼 肉要在会幕的门口煮并在当日吃 剩下的要用火烧掉 意味着不能有剩下的 然后摩西坊夫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七日之内不肯离开会幕 直到他们承接圣子的日子满了 之后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才会在能明面前正式成为上帝的祭司 那么在就业中有关数字的七 以及一般圣经中的意思都是完成的 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一切 第七天他休息了 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一周是七天 出于这个原因 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 他结束了一周的工作 那么这一场的成圣仪式也将持续七天 目的是为了那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成为祭司 但是如果他们在此七天离开会幕的话 会被处死 这是对违背主的命令的严厉的惩罚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akaz akaz